八大王 甘肃临桃县的冯生是贵族后裔,可是家道中落了,有个捉鳖的人欠了他的债,无力偿还,不到鳖就拿给他抵债。 一天,拿来一只巨鳖,鳖的额头上有白点,冯生因为他长相奇特,就把他放掉了。 后来,冯生从女婿家回来,走到衡水边上,已是黄昏了,他看到一个喝醉的老汉,身后跟着两三个同仆,亮亮呛呛地走来。 那人在远处见到冯生,就问,你是什么人?冯生漫不经心地回答说,走到的。 醉汉生气地说,难道你没有姓名,怎么说是走到的? 冯生急着回家,并不理他,静止走过醉汉身边,醉汉越发恼怒,不让他继续往前走,酒气熏人。 冯生更加不耐烦,然而怎么也脱不了身,就问,那你叫什么名? 醉汉含糊地回答说,我是南都昔日的宰相,你想干什么? 冯生说,世界上有你这样的宰相,简直是奇耻大辱,幸亏是旧宰相,假如是新宰相,那不是没人敢走路了吗? 醉汉恼火急了,想要动武,冯生口出大话,我冯某人可不是挨打之辈。 醉汉听了这句话,转怒为喜,歪歪斜斜地跪地败道,原来是恩人,刚才无理顶撞,万望恕罪。 起身换过童仆,让他们回去准备酒宴。 冯生极力推辞,可是,醉汉说什么都不干。 两人牵手走了几里,看见了一座小村庄,进院后,冯生发现巫舍华丽,好像是富贵人家。 醉汉醉意稍解,冯生这才问他名字,他回答说,我说了您别害怕,我是桃水八大王,刚才西山青铜招呼我去喝酒,不觉喝醉了,顶撞了您,实在又惊又愧。 冯生知道他是水妖,看他情意真挚,言辞恳切,就不害怕了。 冯生的宴席很快就摆好了,两人促膝对饮。 八大王醉豪爽,连饮好几杯酒。 冯生怕他醉酒,与自己纠缠不清,就假装喝醉了,想要去睡觉。 八大王已明白他的意思,笑着说,您该不是怕我发酒疯吧,请不必担心,但凡喝醉之后做了坏事,说隔一宿就不再记得了,那是骗人。 凡是酒后失德,故意犯错的占十分之九,我才不会与他们为伍,所以,不敢在恩人面前表现出无赖相,您为什么要躲着我? 冯生这才又坐下,一本正经的劝谏说,明明知道醉酒没有好处,为什么不改掉这个恶习? 八大王说,老夫当宰相时,沉沉于酒中,游甚于今日,自从触怒玉帝,遭贬回到岛屿,都改了十多年了。 今天已到了行将旧木的年龄,群困潦倒不能飞黄腾达,所以,固态赴盟,我自己无法解脱,以后一定听从您的教诲。 聊了很久,只听到有钟声在远处响,八大王起身,捉住缝生的手臂说, 相会时间太短,我存有一样东西,姑且用它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,这东西不能长久佩戴,待您实现愿望以后我会收回。 从口中吐出一个小人,仅一寸来尝,就用指甲掐冯生手臂,疼得他撕心裂飞。 八大王赶紧把小人按在痛处,小人顺着口进到了皮肤,而指甲的印痕还在,慢慢地拢起一个小包,像弹河形状。 冯生惊奇地问怎么回事,八大王笑而不答,只是说,应该走了。 将冯生送出来转身返回去了,回头一看, 村庄房舍全都不见,只有一只大鳖游到水中消失了。 冯生惊饿了许久,心想自己得到的一定是鳖的宝物。 此后,冯生有了好眼力,凡是藏有珠宝的地方, 即使深埋地下,全能看见。 即使平素不了解的事物,也能随口说出它的名称。 在卧室中,挖出埋藏的银子数百两,家用开始富足起来。 后来,有个人卖旧宅子,冯生见其中藏有大量钱财,就用重金购买居住下来,从此,富比王宫。 火旗、木楠之类的西式珍宝,他都有收藏。 他得到一备有奉扭的宝镜,周围刻有水云相飞的图案,光芒能够照射一里多远。 镜中人物连胡子眉毛都可以看清,美人一照,倩影就留在镜子中,不可磨灭。 若改换装扮重照,或者换另一美人照,镜子里先前的倩影就消失了。 当时,宿庄王府的三公主美丽绝伦,冯生倾慕她已久,正巧公主去空铜山游玩,冯生就事先藏在空铜山中, 等公主下了轿子,用镜子照下她的倩影带回家,把镜子摆放在暗头上。 仔细端详镜中美人,正在捏着绣巾微笑,似有话要说,冯生非常喜欢,就把她收藏起来。 一年多后,妻子泄露了冯生,传到宿庄王府。 宿庄王非常恼怒,把冯生抓来关进监牢,宝镜也被抄去,并准备杀掉冯生。 冯生用钱财收买宦官,让宿庄王说,如果被王赦免不死,天下的至宝不难到手,不然的话,只有一死,对王却绝无好处。 宿庄王想抄她家,流放她,三公主说,她已经偷看了我,让她死十回也不足以消除对我的玷污,不如嫁给她。 宿庄王不同意,公主闭门,不吃不喝。 王妃十分忧虑,极力劝说宿庄王,宿庄王这才释放冯生,让宦官告诉她公主下她之事。 冯生拒绝说,遭康之妻不下堂,我宁可死也不敢从命,王如果允许我自己赎罪,不惜花费所有家产。 宿庄王大怒,又把她抓起来,王妃在宫中换冯生妻子来,想用毒酒毒死她。 见面之后,冯生的妻子献给王妃一面珊瑚镜台,言辞温柔,情意恳切。 王妃很喜欢她,让她参拜公主,公主喜爱她便结为金兰,又让她转告冯生。 冯生对妻子说,王侯之女不按过门时间订尊备。 妻子不听,回家就准备送聘礼到王府,送礼的队伍尽千人,真实宝玉之类,王府的人也叫不上名字。 宿庄王大喜,把冯生放回来,把公主嫁给了她,公主还带着宝镜前来。 一天夜晚,冯生一个人睡觉,梦见八大王很有精神地对她说, 我赠给你的东西应当归还了,佩戴太久会消耗人的寿命。 冯生答应了,就留她喝酒。 八大王推辞说,自从聆听了您的教导,我戒了三年的酒。 就用嘴咬冯生的胳膊,痛极了,以至于醒来。 一看,胳膊上的小包已经消失,此后,冯生就和一般人一样。 一看,胳膊上的砹缘了就是此出品。 一看,胳膊上的游体中。 一看,胳膊上的小包也能引起来。 我一看,胳膊上的小包医生。 Fight,胳膊上的小包。 そして,一看,胳膊上的小包。 只兜膊上的小包,只兜膊上的小包。 感谢观看